詞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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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邊會提到說 文化創意的就是 下句式的文字的部分 那因為我自己本是覺得是比較 應該說後來的包括版式設計 跟後面的那個數位設計為主 所以這邊的話 大致上我在閱讀下句式的文章的時候 其實可以看到他用的是比較 白話文的方式在做參數 所以這對於我們可能現在 對於可能過去文言文 或者對詩詞 比較不熟悉的一些年輕人來說 他是比較容易去了解一下 算是想會穿搭的一些 模擬自己自身題目的一些道理 那在整體的自理行線之中 比如說他可能排列的方式 就像是我們傳統看到的一些 一般拍板 或是企圖式的拍板 配音控兩個等等 這樣子的拍板方式 那他會藉由不同的方式 比如說可能手指加大 或者是第一行高於第二行 各種不同的方式 來去強調可能是 像是他自己本身的一些題目 跟想法 那至於像是繪畫的部分 這邊主要選擇 因為像醫師的作品真的非常多 這邊主要選擇就是 觀音跟後面的羅漢的部分 那針對的重點當然是 有一部分是有關比觸的部分 包括他可能是會有使用一些 比較像是皺摺的方式 來去表現衣著的部分的皺摺 或者是人的一些表情的部分 去做傳達 那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大部分的畫作 如果他居次會把影子放在畫面的大約是正中 或是有些時候會是在左側三分之一處 那藉由整整體畫面的布局來看 都可以由人的比如說實現 可以去看出 像是在律師想要表達出來的 可能文字的重點 或者是其他圖像的重點的部分 那包括圖像的圖像也是一樣 會有主角 那會有其他的可能山、石、樹 或者是其他的輔助的人物等等 那都會藉由可能不同的視角 或者是視線來去引導出來 那大部分的主體 都會是在比較重要的位置 那這根現在在做拍板的時候 包括有一些特意的留白 也會強調出重點的主角所在 那都有蠻多是類似 或者是雷同的地方 可以相互做成長 但是還是 gele闔各博 也請教下 不馬來